斯科拉里等待了八个月之后才重新就业,说明在这期间,斯科拉里的内心也非常纠结,毕竟他一直等待中国的大合同,去年确定合同结束后离开恒达,就有消息称,斯科拉里有望留在中国,而且是媒体大幅度确认这个消息, 而由于斯科拉里的球队,一直是中超华夏幸福,一直是中甲的武汉卓尔,不过后来因为各种原因,斯科拉里并没有如愿留在中国,其中,卓尔去年年底就确定了游离铁指教,华夏直到今年的六月份才进行了换帅,而在此之前,斯科拉里一直没有下家。 但众所周知,华夏本赛季的成绩大面积向华,与华夏内部出现的问题不无关系,华夏幸福请来的前卫尔是主帅科尔曼,年薪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,不足200万美元,而斯科拉里在恒大时期,年薪就是科尔曼的数倍,如果其继续留在中国,年薪肯定不会比他在恒大时期少。 所以,斯科拉里最终未能留在中国,还是与情有关。 此外,斯科拉里特别喜欢利用媒体向俱乐部施压,从离开恒大开始,国外俱乐部与斯科拉里的飞闻就从未断过,但这些招数都没有奏效。 中超球队的烧钱力度,已经与以往不能同日而语,在主帅的选择上也极为谨慎,最终斯科拉里和老东家帕尔梅拉斯牵手,可能也是无奈之举吧。 毕竟在帕尔梅拉斯时期,斯科拉里带队取得不错的成绩,不仅拿过南美解放者杯的冠军,而且帅队多次拿到八甲冠军,回归帕尔梅拉斯,斯科拉里面临的压力较小,祝福他在八甲重新取得归皇吧。 中超球队多次拿到八甲军尔梅拉斯,斯科拉里面临的压力较小,祝福他在八甲军尔梅拉斯。 感谢观看